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 今天是5月18號 星期一 本期節目我們先來談一談美國對華為祭出的最嚴厲措施 限制國外的製造商向華為提供芯片 而星期五就在上週五同一天 台積電宣布在美國設廠 節目最後我們再來談一談正在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的年會 好 今晚我們還是請來了兩位嘉賓 兩位都是通過skype連線 一位是時事評論員Jason博士 還有一位是趙培先生 二位好 您好 大家好 觀眾好 好 謝謝二位 觀眾朋友也歡迎您在節目中間跟我們互動 或者在我們的視頻下方來發表您的觀點 好 那Jason博士先請您來談談華為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說上週五美國商務部出臺的這樣一個新規 緊接著在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日本媒體先爆出的 說台積電已經不接受華為的新訂單 但是華為本身並沒有正視這個消息 台灣媒體報導說華為給出的信息是說 我們不對單一客戶進行評論 但是針對美國這個新的規定 我們會有最新的回應做法 不過按照美國這個新的規定 它有一個90天的寬充期 但是那個是適用於5月15號之前已經開始生產的訂單 所以按照它的規定 5月15號以後的新訂單應該是都會需要向美國申請 所以請您談一下 您怎麼看 您覺得就是說是不是這個最新的規定 基本上就是說意味著台積電不能再接受華為的新訂單 另外對於其他的另外一家 比如說像中芯國際 是不是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現在信息比較亂一些 就是說我看到兩個渠道 一個就是剛才你談到的 說是停止接受華為訂單 另外也有消息說是華為前期手機 因為已經不能搭載谷歌的功能 它還是谷歌操作系統是開放的 它還能自己在用 但是谷歌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它已經不能搭載了 因為不能搭載 所以說在歐美 它的手機銷售就下降得很厲害 所以說它因為自己產能不夠 所以說調整產能 把有一些以前訂購的芯片晶圓的數量降低了 兩種說法都有 但是實際上回過頭來看 美國最近新出來這個政策 其實跟以前的政策差別不是那麼大 以前它是說是美國企業不能銷售 海外企業 你如果有25%或者20%的美國的技術 你也得要經過我們批准才能銷售 其實美國企業也有一個就是審批的 默認不能銷售 但是審批之後如果允許的話它可以再銷售 但是最近唯一變化就是說 它因為歷史上這個20%這個技術 有的時候特別容易鑽著空子 你就像國內做賬一樣 就是你怎麼能定它的技術包含20%或者25%的美國技術 這個數字很模糊 我可以這麼算一下 就發現它只有19% 那就可以賣了 所以它現在的唯一改變就是說 我不要你定量的這麼說了 我就說只要你包含美國技術 你都得來我這兒先給我申請 我不是說都拒絕你賣 這個不是小改變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但是它放了一句話 它是說 我不是說每一個申請都是不批准的 從它前期給華為寄出這樣子進賣令以後 它已經是第五次延遲整體的這個進賣措施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它在很多部分 美國政府其實要麼可以說是還沒有真正下決心 要麼就是它在很多處理上是屬於比較軟性的這樣的處理方法 所以說在我看來的話 整個它的內容上是有一個巨大的改變 就是從要求的條目上 它只是把這個決定權從各個企業收回到美國政府 就是以前的話它就各個企業說我夠不夠20%我來判斷 當然企業想賣東西它當然都判斷是自己不夠了 那麼現在美國說這個判斷權歸我 你來我這兒申請由我來判斷到底是不是 那麼整體來說的話 這個就是說實際上對於華為各方面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緊張的事情 因為給它的所有的經營都帶來了一個絕對的不確定因素 因為你很多決定都是美國政府來整體做的 所以像中芯國際這樣的即使它是中國的公司 它應該也受這個限制是不是 那如果這樣的話意味著 對 理論上是受這個限制 因為它可沒說是你這個美國之外的公司 用是在中國的公司還是非中國的公司 你只要事實上是用了美國的技術 它都說我有權力審批你能不能給華為賣 那麼當然不管是中芯國際還是台積電在南京開的分工公司 按理來說都是符合這個要求的 當然了如果逼到最後的話呢 我想中共真的翻臉它讓這些自己的企業給華為接著賣 那可能美國政府唯一做的就是以後把這些企業 也歸到比如說實體清單裡頭 那麼這些企業很可能它也會進入被美國限制技術的這個情況 但是呢如果雙方已經撕破臉了 那也就不在乎這一點了 當然你也說的對我同意你說的 就是說呢中國現在的大量的企業也在這個禁令的管轄範圍之內 好的 趙培你怎麼看這個美國新寄出的這樣的一個禁令 你覺得就是說它是不是意味著基本上台積電啊 還有其他的製造商都不能給華為提供芯片 那這對華為會有多大的影響 其實這個理論上呢是說對美國自己內部的企業公平一點 因為美國自己內部的企業肯定要遵守這個商務部的禁令嘛 之前台積電說我不足25%用了美國技術 所以我可以不用理會你的禁令 因為我比如說克魯基啊 我是不是通過美國買的 我在荷蘭買的不用理會你這個禁令 所以我還可以繼續給華為供貨 那麼這樣一下呢台積電回家說是找律師研究 其實他是看有沒有不同可思案 就是說我能不能繼續讓因為下一代這個手機芯片 已經達到了5nm的競爭 因為台積電在台南的這個廠子就生產5nm 可以說華為和蘋果都向台積電訂貨 當然三星是準備自己生產5nm是另外一回事 能不能生產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它一筆大單是不是要拿的問題 台積電有60%的生意在美國 只有20% 華為只佔它20% 它在考慮我是不是要把華為這部分給暂停了 或者是說呢我哪一些還在它的這個延緩期之內 比如說5月15號之前華為已經跟我下的訂單是多少億的生意 我這些是不是要跟美國說一下 你看它已經下訂單這個是在霍敏的這個列表裡面 可以霍敏這些 其實它是去商量這些東西去了 那你說台積電它用的這些 比如說這個設計芯片的軟件 或者流程的各種控制軟件 你都是美國的 因為三大芯片設計的軟件都是美國的 你怎麼可能說用美國的技術不超過10%呢 所以對台積電來說呢 它是怎麼樣規避這個損失 但是另外它也涉及到一個放不放棄這20%市場的問題 所以這一切來說對台積電現在是它一直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 但是從整體上來看 這條法規一旦公布之後 其實對美國企業是相對公平的 因為它之前不斷地對華為提供芯片的一個延緩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對美國企業不公平 美國企業一直在鬧 你看看台積電還可以繼續為華為生產 為什麼我就不能提供芯片呢 這不是自己家打自己呢 那麼好 美國商務部說 我現在就是把國異定定的更實際 10% 誰都不能提供 這是不是公平了 可能未來也沒有這個延緩期 所以台積電可能是要跟律師諮詢這些另外 它也通過美國的這個各種外交渠道探聽一下 美國商務部這次是不是來真的 這是它現在要做的兩個主要事情了 是 不過這次商務部的新規沒有明確說百分之多少 外界解讀就是說不論百分比例 你只要用了美國技術就會受限制 但我覺得對傑森博士請您談一談 就是這個消息一出呢 華為當然它有一個聲明 它說我是受了影響的怎麼怎麼樣 其實民間大家都在討論說華為還能撐多久 或者甚至說它活不活的下去 如果它的芯片真的這個主要供應商全部不能提供的話 但是我們也知道華為第一它有很多庫存 它可能前一陣一直在買 第二就是像中芯國際 中共給它現在又另外注資了20億 所以在研發方面我想中共和華為會花大力去做 所以外界也說你會推動它自身的研發 那就這兩方面來講 您覺得會不會使得華為生存下去 甚至說這個市場不受大的影響 我們從兩個角度說 你問了兩個問題 我們從兩個角度說 第一就是它研發到底能不能實現的問題 其實現在核心的問題 芯片核心的問題 芯片技術是一個是設計一個是生產 設計其實華為某種上講的話 已經是有點擋不住了 基本上它有這樣的設計能力 關鍵是生產 基本上現在在過去幾十年裡頭 整個芯片產業 逐漸的就是大部分芯片企業 其實都是無廠芯片企業 你包括華為、蘋果、AMD、高空 這些公司是芯片企業 但是它自己沒有芯片廠 這些生產廠目前全球 就聚集在核心的大企業 就那麼三家 但是你要是最頂尖的 其實就是台積電一家 整體來說 台積電在幾年之前 在10納米的時候就扭轉變成世界第一了 那麼7納米它就是基本上是獨霸天下了 歷史上台積電的技術就是極其極其威猛的 我們印象中有一個叫做蘋果6S醜聞 事實上是啥呢 就是說它在6S的時候 因為台積電當時產能還不夠 它就讓那個台積電和三星同時生產它的這個芯片 結果出來後來網友發現說是台積電的這個芯片 一模一樣的設計 僅僅因為台積電的生產整個工藝好 這個水平高 所以說呢 台積電的手機它的性能在個別的測試上 能超出就是三星這個芯片的20% 就是這個巨大的 所以說後來基本上蘋果就完全轉移到台積電 而台積電的話呢 它其實並不在乎華為的這個訂單 原因是啥呢 就是說呢 它是吃就是它是基本上是客戶在它門口排的隊 你少一個客戶 雖然說現在華為佔它整個產能的 就是那個客戶量 銷售量的這個20% 但是華為走了 立刻其它在排隊的客戶就補滿了 所以它倒不是擔心喪失整個華為這個產品 其實華為前段時間說 我減少對這個7納米一些晶圓的需要 那蘋果立刻就補上了 說是大概1萬個晶圓 蘋果就立刻就補上了 剛才就是說呢 不管怎麼說的話呢 我的感覺上 在生產技術這個部分 中國你給它20年 它不一定能趕上整個台積電這個概念 所以說呢 技術上短期的這幾年 它想整個扭轉自主生產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是一個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庫存 能不能解決問題的問題 庫存其實的話 它能買一些老 就是這個 就是技術不高的那種 比如說它還用那個老的16納米了 或者說是甚至更大的那個納米的那個芯片 它可能還可以買庫存 但是最新的7納米的 它實際上是比如說那個華為 最新的手機芯片 它叫做麒麟的990系列 麒麟9905G系列 這些都是它那個比較高端手機用的芯片 這些芯片 基本上全用的是7納米技術 而且高端7納米技術 幾乎只有台積電有 那它不能囤積或嗎 台積電現在還沒給你生產出來 還沒有給你 因為它是個很飽滿的 它這個定量還沒給你生產出來的時候 你怎麼囤積呢 如果台積電現在已經不能給你發貨了 那你怎麼辦呢 所以說整個來說的話 囤積只能囤積一些產品 但是你也知道了 電子產品缺一個零件都不工作 你手機你還比如說缺CPU了 你就是缺一個零件 你都不能工作 而且其他的有一些 它可能也牽扯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呢 整個在我看來的話呢 囤積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絕對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而就是整個台積電目前來看的話呢 它的傾向性是有轉變的 從最開始我就是比較著重在大陸發展 到最近他提出要到那個亞利桑納去投資 一個120億的一個新的5納米芯片產 你就可以看到在整個過程中 它其實已經在調整自己的未來的克服方向 如果說中美之間鬥爭到翻臉 它必須在二選一的時候 從目前的舉措來看 它投入這麼大 投入的技術代次這麼高投到美國 我感覺它有很大的因素是投選美國的 但是我覺得對於華為來講 如果你說它活不下去 我覺得可能還不到那個份上 因為至少它的中芯國際是能生產14納米的 對吧 它只是說它是落後了一些 那它如果囤積還可以囤積10納米的 比如說像這個 對10納米是個過度產品 就是真正的話呢 當然就是它囤積的可能都是老一代的 它的980系列 但是980系列那個手機 它都是老代的手機 手機是這樣子 就是說呢 你過兩年這個手機其實就已經 大家都覺得不新鮮了 你賣也賣不出什麼好價錢了 大家其實每個企業能賺錢的 就是那個第一代新的一代那個手機 所以說呢 你就基本上 你讓華為去賣舊貨 它能賺幾分錢呀 華為整個這個企業 它不可能幫我去賣舊貨來生存 如果這個技術企業 它不能更新換代 那不能用最新的技術 來讓自己提高利潤率的話 那它基本上就其實就已經淪落到 苟延殘喘的狀態 所以說呢 卡斷它最新一代的這個手 就是芯片技術 其實就卡斷了它未來發展的道路 從這一點上來說的話呢 其實是美國願意不願意做的問題 根本不是華為能不能抵擋住這個風波 說是什麼 華為現在口氣很牛 說是我們這個磨練 除了勝利別無他路 對 皮糙肉厚 實際上呢我是說這個話的時候 臉皮是皮糙肉厚 因為它知道如果美國真的較真 它分分秒秒破產 就是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可能性 延遲下去的 美國連續的給它推延這麼 都一年了 整體來說的話呢 是美國在給它放生 而不是說美國擋不住 讓它自己有本事活得這麼興旺 趙培先生您怎麼看啊 一個就是說 在您看來這個對華為的打擊會有多大 它能撐多久 另外一個傑森博士剛才談到了美國的意願問題 那您覺得美國有沒有這個意願 確實我們看到它 比如說這個臨時出口許可 它已經連續延了六次了 所以它有沒有意願 這個是大家都在看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涉及到多個方面 就是說華為現在已經損失了多少的問題 比如說去年 Google已經停止給華為供應這個GMS 也就是Google行動服務 華為自己起來搞了個自己的 當然就是因為這個對華為手機造成的打擊 它是沒有完成2019年的業務目標 差了多少呢 差了120億美元 也就是說它去年就是因為美國的這個 對它寄出了這一政策 它已經損失了120億美元 那麼再往下它能損失多少呢 再往下呢 它想囤多少貨呢 它其實是想囤到基地寧底 那麼也就是說7納米技術 它已經把訂單下給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可以生產這個東西 也就是5月15號之前 它已經把這個訂單下了 是7億多美元的訂單已經早就下了 那麼它為什麼要囤到年底 它為什麼還說想通過政府的這個 有各種消息說它通過政府層面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習近平啊或者是說 他想通過中共官方讓美國把它豁免掉 美國能不能豁免的問題 美國現在其實最大的考慮的 並不是中共政府和華為的問題 它考慮的是國內企業 它怎麼說服這些企業去執行這個政策的問題 還有很多國際企業 比如說剛才傑森博士說了已經 就是它在設計上沒有問題 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英國的ARM公司 已經把下一代處理器的這個設計給它了 2019年的11月已經宣布 下一代還會給它 英國說的是我用的是英國的技術 所以這樣就要美國公司很不服氣嘛 就是為什麼你英國可以賣給它 台積電可以生產芯片 我美國公司要受這個盡量的損失呢 那麼好 現在就看美國的執行力度 傑森博士說了一個很關鍵 就是美國執行力度 如果現在全球一碗水端平 就是不能給華為供貨 我這是最後一次豁免 你們是因為疫情各種什麼不得不賣 無所謂 疫情之後必須不賣 或者是我最後一次延期了 到此為止全球一碗水端平 不會有任何一個落往之餘 那樣華為就活不下去 那麼他就可能指望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是中共的也在想第二條路 就是華為為什麼要拖到年底呢 如果川普不當選 下一個上來我在賄賂賄賂 我是不是能活 華為現在是考慮的這個問題 那麼你再看一下 現在川普當選的幾率如果大了 中共就可能會拋棄華為 這又是另外的第三條路 所以對華為來說 他為什麼說我要囤到年底 囤到年底看看美國大選 要實在不行明天就可能散禍 為什麼呢 因為明年的整個手機芯片 我剛才說了是拼的是5納米技術 蘋果已經在台積電那邊預訂了 你華為現在台積電去預訂晚了 因為現在預訂在美國的這個禁令範圍之內 那麼明年你怎麼辦 你的手機限制 甚至明年人家小米都用上5納米了 你還用不上 那麼你何稱想做高端品牌呢 在中國國內你都做不了 所以明年對它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 另外呢一旦一些關鍵芯片呢 這個它進的這些基站呢 就是服務的這些手機通訊用的 這個比較大的芯片 14納米的芯片 一旦它一定不給它提供了 那麼它自己都說 全球170多個國家的數千億的這個網絡基礎服務 需要這些芯片怎麼怎麼損失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啊 那麼美國已經警告了所有國家 這個自由國家 華為這個技術裡面存在經典技術呢 那麼你們這些電信公司的CEO也好 和國家政客也好 就是硬是要過美國要去買華為的技術 你們不應該承擔損失嗎 你的CEO不應該下台嗎 我覺得這可能是給更多的外國商家帶來商機啊 所以對它的損失呢 可能是它退出全球的這個基礎設施維護服務 這就不是120億美元的損失了 可能整個是讓它從國際市場被抹除的問題 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呢 華為等於是說撐過今年年底 如果美第一個條件是美國認真執行禁令 第二川普還當選 那明年中共就想辦法拆分華為 就是通過其他的辦法 再繼續這種投取美國技術的行為 或者再繼續這種新品買 買通過別的公司 那就是明年的事了 那麼今年來說它是想囤進外新品 看這兩個條件是不是都達到 很快問一下 您這個什麼意思說中共會拋棄華為 您覺得這個這麼大的一個國際巨獸 中共好不容易培養起來了 它會拋棄它嗎 還是說您的意思是說改頭換面啊 或者是怎麼樣 對 它其實是一個改頭換面 比如說華為在美國第一次技術禁令的時候 已經把它的這個香港海底電腦業務 賣給了第二家公司嘛 就是它怕自己維護不了這個 因為可能很多新品直接從美國提供 那麼它直接賣出去 由那一家去維護 這樣這個海底電腦還掌控在中共手裡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華為下一步拿不到它的整個 比如說華為就說我破產了 我可以拋售資產 比如說它下面的這個海信 這個芯片設計 我拋售給另外一家公司 那麼另外一家公司 他說我不是華為啊 我以前沒給伊朗賣過這個半導體啊 設備啊 我還是可以用你美國新品 其實呢 最後這個流氓的招呢 還是歸根結底到最後一點 就是看美國政府是不是下令決心 要把中共這種偷竊和利用美國技術 支持這些伊朗流氓國家的這個情境 徹底的制止住 美國如果徹底的想做 比如說現在那個台積電 硬是要它到美國設廠 為什麼呢 可能它已經 美國已經感覺到我的這個 國防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我下一步 國防生產的所有新品 必須是美國生產 這樣即使中共或者是 未來這個全球的供應店犯魂 不管是哪個邪惡政權犯魂 我不用依靠你們 我美國的飛機該飛 戰鬥機該開出去 怎麼樣 你抑制不住美國對全球正義的維護 這是美國下一步目標 可以預計呢 就是說 台積電的這個項目 其實是向全世界表明了 美國它要維護自己國防的這個決心 是我們來談談台積電在美國的設廠 也請傑森博士來談一下 就是它也是在同一天 上週五同一天宣布的這個消息 所以很多人覺得 台積電設廠這個跟華為這個有沒有關係 甚至是不是換取這些豁免什麼 當然美國方面已經說了沒有這回事 但是您覺得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它的一個大的環境大的背景是什麼 就是背後的推動因素是什麼 另外一個 這是不是一個選邊站的這樣一個表現呢 對 它事實上我感覺 肯定是有美國政府的運作在裡頭 因為我們知道了 自從這個川普上台以後 他實際上是有一些他手下的人 已經開始認真的研究 到底美國對於國際產業鏈這個需求有多大 核心的產品有多麼大的潛在威脅 現在目前來看 我剛才談到了 台積電就是全球芯片生產中心 而台積電的主要產品 大部分的產能來自於台灣本地 台積電大概有12到16個芯片機造廠 但是絕大部分產能來自於台灣本地 不是說台灣不安全 台灣本身美國是信任的 但是畢竟台灣離大陸非常近 大陸開始耍流氓了 開始對台灣騷擾了 各方面情況的話 很可能會一段時間阻斷台灣 往世界各地發芯片這樣的能力 而美國現在基本上各種產業都是依靠台積電的技術 所以說台積電願意在美國去做一個這樣的工廠 這個工廠其實投資很大 120億美元 120億美元 但是它的產能其實在整個台積電的整體數字上的話 佔的比例倒不是那麼高 整體來說你就從晶圓數量比看來 它可能只佔台積電整體晶圓數量的2% 很多有人預測就是說 它就是在亞利當大的這個廠子建好 2024年開始籌入生產 大部分常規的美國企業 包括蘋果 包括高通 它很可能還是要到訂貨的時候 台積電很可能還是在台灣生產 那麼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作為一個分散布局的一個概念 就是加強整體供應鏈的robot 就是穩定性 至少是第一步 是吧 這種靈活度 對 魯棒性 另外的話 最極端的情況 如果真的是中共開始控制台灣的整個貨物輸出的話 美國這個時候至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生產基地 剛才那個照片也談到 就是保證自己軍方需求 就是整體來說的話 這個基地本身 雖然不是說以後美國產品全都從這個基地來 因為它的產能只有一個月大概2萬個晶片 這個是遠遠不夠美國現有的商用企業的使用量 所以說它只是第一步 這一步的話 本身來說的話 是一個重要的一步 因為在這之前的話 台積電在大陸投了兩個非常大的企業 特別是最近在南京投的那個企業 基本上就是生產的這個16納米 技術已經算是蠻高端的技術了 而在美國幾乎沒有投入 只在那個就是華盛頓州 有一個很多年前投的一個非常非常老舊技術的一個晶片廠 那麼它這事實上就是說它本身來說這次調整 它事實上是一個正確的調整的核心原因 就是剛才也談到就是它今天也意識到了 如果說未來一定選邊站的話 它真正的客戶 主體客戶是美國 那麼另外的話 它的技術 它雖然是個芯票製造廠 但是它的最基本研發技術幾乎全來自於美國的研發機構 你比如說最根本的7納米的研究技術最開始製造的 也都是IBM的或者其他一些美國的研發機構 把最開始的概念研究出來以後它量產化 所以說不管是從未來的這個技術研發 還是未來的客戶來說的話 選邊站毋庸置疑會選美國 那麼這個行為的話 只是接受美國政府的一個要求 給美國政府試一個好 從短暫的行為來看的話 台積電很可能商業上不如在台灣建一個廠成本低 產業鏈更完整 但是建這個廠本身的話 它是一個某種上講的話 是把製造業搬回 加強美國製造業的過程中 也使得它把整個未來投資重點 可以從往美國這邊傾斜一下 所以說這個意義是非常大的 我敢說因為我剛才反覆強調一點 雖然現在台積電 三星 英跳 三個公司都有比較大的產能 但是我剛才比了三星和台積電 三星明顯不如台積電在產能技術上 而且特別是7納米和5納米 各方面台積電是領先的越來越多 而英跳的話在歷史上有幾次決策錯誤 所以說英跳整體來說 在7納米上也是跌了個大跟頭 各方面來看的話 其實台積電現在就是 那唯一的全球最核心的生態產能 所以說台積電的決定 向美國的靠攏 其實是全球產能的靠攏 因為在整個芯片製造這個行業裡頭 就那麼三家 你這三家一答應 基本上美國就完全控制了全球最核心最高端芯片產能 所以說這就是我說 美國如果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 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台積電對它的選擇 這樣的基礎上 它對於華為應該是分分秒秒可以讓它致死的 趙培先生您覺得 您怎麼看 就是美國是不是真的得到了台積電的選擇 因為也有人說台積電並不想放棄大陸市場 所以它在美國現在只是一個象徵性的開場 它可能還是想兩邊都能有這樣的收益 您的看法呢 您覺得最終它會不會必須要很明確的來做選擇 其實商人嘛 兩邊的利益肯定都要沾嘛 就是說它在美國的客戶是佔它的60%的營業額嘛 華為只佔20% 那麼這個時候呢 它其實是要看美國政府的態度的 就是我什麼時候放棄的問題 傑森博士剛才已經談到了 美國決心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其實是台積電的意願已經表得很明顯了 如果是我非要選擇 我肯定選擇美國 其實這涉及到整個芯片行業的歷史 芯片行業之間都是美國的技術 美國大廠在生產在做 那麼隨著勞動力成本提高 它就向外移 向外移的過程中 韓國分的第一杯羹 它買得到最多的美國技術 然後開始從紡織的技術上自己開始研發 三星做得非常不錯 包括信貸的也都做得非常不錯 我們知道這是第一批 那麼到台灣它就非常困難 台積電是後繼勃發才有了今天的位置 所以它非常明確 美國對它意味著什麼 因為所有新技術的源頭來自於美國 而且這次美國政府不光接觸了台積電 而且它同時接觸了三星和英特爾 最後選擇了 不是說光是台積電選擇了美國 而是美國也選擇了台積電 那麼雙方是一個兩槍臨手的問題 所以台積電這次等於是 接受了美國的一個offer 所以它要到美國 這是一個它未來的整個選擇的問題 可以說它這個選擇也非常好 因為下一步的三納米技術 它還是需要美國的支持 現在看來它已經領先了 它宣布是2020可能量產 那麼三星也表示2020 英特爾是2025年 所以等於是說 這不光是增加了它對美國的產能業務 另外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可能在三納米上得到美國更多的支持 所以對台積電來說它一定會選美國 是 我們來看看中共方面的回應 就是中共它現在對這個是反應非常強烈的 基本上它說要對一些美國公司進行反制 包括對蘋果、思科還有高通等等公司 傑森博士想先請您來談一談 就是它對蘋果來做反制 我自己覺得說這個似乎是不太可能 因為蘋果現在已經要把它的20%的產量往印度搬了 我想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國內的經濟、就業 中共應該對此會有所顧忌 如果把蘋果更往外推的話 但是對於高通和思科 它是不是有更多的籌碼呢? 你說的那個是胡錫進在環球時報 通過他來放風 對 對 它就是中共的一個 哎呀 我說的不想說這個話 但是就是我用那個詞叫瘋狗 它實際上就是說呢 它說的話呢是放風 但是呢就是說是 對 就是說是 某種樣講的話呢 你可以當效仿 本身來說的話呢 我們知道了就是說 現在這些公司可能有一些產品是從中國那買的 中國有個這樣的特點就是說呢 它創新不行 但是呢 你一旦讓它拿到技術了 它可以整個工程上做得非常便宜 所以說呢它是用價錢迎人的 那麼某種樣講的話呢 因為它的價錢便宜 所以說呢 把很多其他地方的產業就搞沒了 因為別的地方沒法從價錢跟它競爭 最後的世界上它就佔有了世界的份額 但是這個佔有的話呢是短暫的 是因為你價錢低 人家別的企業沒法跟你競爭 不生產了 然後呢你要是不賣 那麼呢 那別的企業開始生產了 那這時候高通它需要 它願意價錢出高點 因為中國那邊不賣我了 我價錢出高點 那我到別的地方接著買 換句話說呢 中國的東西 它是以價錢迎人 不是以技術的領先迎人 那麼以價錢迎人的話呢 它的這個所有的所謂的強制都是短暫的 因為呢 那最多那我到你的競爭對手那我高價買就對了 並不是說你的技術是唯一的 所以說呢 從這一點上來看的話呢 它也不可能真正擋住美國很多企業 中國那邊幾乎是沒有特別多的 就是特別是高端這樣的 就是說呢 全世界不可替代的這個技術 就是獨屬一家那樣的技術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呢 我不知道它叫喚到底是為什麼這麼封叫 而且剛才你也談到了 蘋果人家就是求蘋果留下來 人家還在琢磨呢 你這個時候你再這麼喊一兩句 那反正嚇更嚇跑了 所以說呢 從各種角度來說的話呢 中共現在整體政策是有點亂 所以您覺得它這樣的一個威脅起不到就是說 比如說要打疼這些美國公司 然後希望美國公司在美國國內做些運作 去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 是嗎 它當然是希望這樣 它就是說呢 美國公司它當然是我能五塊錢買一個中國的產品 我都不想六塊錢去美國買個產品 公司就是以這個利益最大化來為它的目的 它不一定要買中國產品 但是中國的市場 對於這些公司來說是不是一個比較看重的東西 是 但是呢 其實呢 中國一直在用這個市場作為這個蘿蔔在騙全世界 十幾年前大家真的信 現在的話呢 基本上大家都不信了 所有在中國做生意的人都發現 就是說呢 它需要你用市場誘惑你的時候 是因為它想要你的技術 但是一旦你的技術被中國拿到了 那立刻它的產品不但把中國市場佔滿 反過來它會傾銷到你自己母國市場 最開始在中國進入中國的幾個企業都很慘 你比如說摩洛洛拉它最後落的啥呢 早開始掙了一些快錢 後來現在摩洛拉都不存在了 諾基亞最開始掙了在中國掙一些快錢 現在基本上諾基亞這個手機基本上也都差不多了 所有靠中國早期就是叫做Sugar Rush 就是早期掙那邊快錢的那些企業 被中國把那個技術拿走的企業 後來都沒有好下場 所以說呢其實現在國際上的話呢 看中國這個市場都是有一個問號的 你就包括前一段蘋果 整個在中國的這個銷售暴漲得非常厲害 蘋果把這個整個很多都挪到 市場都挪到中心挪到中國 給中國很多的道義上的退讓 但是事實上很快這個整個中國手機的市場 又被那個比如說華為的各方面佔有 汽車也是一樣 整個各大汽車公司在中國銷售 好像暴漲得很厲害 說哪天跌 說哪天它的整個市場份額被其他公司佔 被工作國內企業佔 它是馬上就被佔了 整個來說的話呢 這個各個企業 如果你長期的有那麼幾 十幾年觀察在中國的發展 沒有哪個企業可以把中國 作為一個長期發展引擎的 它都是一個短期暴漲 然後很快削弱的一個市場 趙北先生您怎麼看中共聲稱要反制 這些美國高科技公司這樣的威脅 其實我站在中國人的角度上去給大家想一想 就是說中共歷史上這麼幹過 比如說那個對韓國的一些反制 就是樂天超市打擊韓國 當時連三星一塊被抵制了 你看看現在2019年 三星在中國關閉了最後一個手機廠 三星幾乎是把它大部分的生產行業移到越南 但是它有很多科研還在中國 因為它沒辦法移 那麼它在越南的產值已經是600億美元 佔整個越南GDP的28% 就是等於是當年那幫聽著中共的去感人外國企業的 最後讓中國人損失了幾萬的這個工作機會 那麼現在在蘋果這件事上你要真的幹的話 你也會是同樣的結果 大家知道由於這個疫情影響 鄭州的富士康和深圳的富士康已經開始放假了 甚至深圳的富士康是放四個月假 為什麼他們是生產蘋果手機的 而蘋果手機呢 而蘋果它從2017年就已經開始琢磨 它要把產能搬到印度 據說是一些老舊型號的手機都搬到印度了 那麼大概是20%的產能在往印度搬 但是到今年他準備生產iPhone11的時候 他發現印度不可以生產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人是一群最聰明 最潛勞肯幹的這麼一群技術工人 而這麼穩定的人力資源是別國沒有的優勢 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人力資源的優勢 讓中國搶到了這個世界工廠的這麼一個名號 而中共的政治制度只會在毀工廠 它已經把三星趕走了 讓我們幾萬人喪失的一個工作機會 那麼未來呢 你再把蘋果乾走 是十幾萬人的工作機會 臨帶的附帶產業有多少的人會溫飽成問題呢 那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要聽中共 跟著中共一樣去做這個封勾呢 所以站在中國人的腳踏上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才是中國的最大優勢 我們不應該跟著中共走 這是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那您覺得中共的這個威脅有實質的意義嗎 沒有實質的意義 你想思科已經被這個 中共把技術套去了那麼多了 那麼現在好 華為說它全球沒有新品 沒辦法維護 那你思科就做公投嘛 把全世界的這個基站給維護起來 你在海外一樣賺錢 你幹嘛要貪圖中共那個市場 包括說了全球幾千億的市場 美元的市場 你為什麼不去搶這個市場 要在中國呢 而蘋果手機呢 你只能是蘋果手機在中國的這個銷售受到威脅 那麼你一旦搞起了這種 就是說排外政策 非得排蘋果手機 那麼中國的銷售依然受到威脅 但是記住 蘋果永遠是高端手機當中的王者 在現在的市場看來 就是安卓手機很難撼弄它的地位 那麼它可以不通過中國的手機進去販賣 那麼那麼多代購的虧把美國的蘋果手機 接著販到中國去啊 它可是說損失是肯定損失 但是損失多大的問題 對蘋果手機來講 可能加速它向印度或者是越南 或者是美國轉移它的產能 因為它現在已經轉移了一部分 蘋果手機配進到越南了 所以中共等於是在害自己啊 害中國人啊 是 還有一點時間啊 我還是想請二位很快來點評一下 這兩天的今天的世衛大會 今天世衛大會呢 我們看到說台灣沒有被邀請 那麼習近平呢 是在開幕式上致辭了 所以有人就說呢 這個防疫的優等生沒有被邀請 但是始作俑者啊 卻去致辭 似乎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傑森博士您怎麼看呢 你就知道譚塞德是誰的人了 譚德塞 譚德塞是誰的人了 就是他是特意邀請習近平說的 給習近平的一個世界武裁 讓他接著撒謊 就是確實是他又把自己抗議多麼積極 等等等等說了 透明 對 透明其實 負責等等 我那些所有的好話都說了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也空許了幾個很大的許諾 包括說是他的疫苗發展出來的話是全球共享的 大家全球都在用 當然了 你得大家讓全球人敢用你的這個疫苗 先對 先得敢用 對 敢用 另外他也說 我未來可能要在國際上援助20億美元的這個疫情 這個事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至少你把那個整個就是WHO的那個load 你先補上再說 整個都是被你害的 那麼最終的話他還談到一點 他說中國可以接受國際調查 其實他主要是看到一點 現在國際上已經有一百多個國家 包括他的好夥伴 俄國 土耳其 非洲幾十個國家都答應 就都願意提出要求要在這個就是有關這個疫情做調查 而且關鍵的是他也意識到了 整個這個過程中可能對他調查這個並不是很嚴重 因為越多他的夥伴加入這個調查 他發現了這個調查越容易操縱 所以說呢在這個過程中他就提到了說 我們要獨立的第三方的 以WHO做領導的一個調查 而且等疫情結束之後我們開始做 他這個承諾表面上把他姿態放得很高 實際上我看到了一個骯髒的另外一筆交易 他就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WHO帶領下的一個調查 在這個調查最終又會成為一個對他未來整個政績的一個宣傳 所以在我看來的話呢 WHO讓他去講話這一點本身就再次暴露WHO到底是什麼樣一個角色 WHO的頭潘德塞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趙沛先生還一分多鐘 我也請您很快的講幾句您的看法 其實3月份的時候中共已經對這個華南海星批發市場 他自己聲稱的源頭反覆消毒 你能調查什麼 罪犯已經把第一犯罪信長給消滅掉了 調查不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關於疫苗這個事網友說 川普說的是疫苗全世界的 大家可以共享 但是中共的意思是疫苗是全世界的 但是收費是我國內政 你們無法干涉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另外這20個億是針對122個國家裡面單個收買 還是你給譚德塞去發給這裡面的個別國家去收買個別國家 或者在調查團體的國家你才去收買呢 這都是一系列的問題 另外這20億美元發出去中國人到底上不上 寫關不關心這個問題呢 中國人現在還要花錢接受這個基因檢測呢 所以這一系列的問題是中共等於在全世界又撒了變謊 包括他說的透明 比如說他說公布基因圖譜 但是你公布基因圖譜是一個中國教授的個人行為 甚至他在上海的實驗室 就是因為他私自公布了這個病毒的基因圖譜 而被你中共勒令關閉 你中共在打擊說真話的人 那麼何談這個透明之友 另外人不能認真承認 是你跟譚德塞一塊送給全世界的一個炸彈 那麼這個炸彈你怎麼去解釋清楚呢 這都是明文新聞裡面的東西 所以整個說下來呢 其實就是中共給錢了 這個WHO演了這場獸 那麼之後會怎麼辦 可能還會有些國家單獨起來 跟台灣一塊組成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才能真正的為全球的這個疫情啊 或者是病毒啊 傳播啊提供一些可靠的信息 這才是全球未來的基礎 所以沒有了中共對全球很重要 而不是讓台灣加入WHO 是而且我覺得他這個20億 一個是不是空頭支票 另外一個你用什麼形式發給其他國家 你發給哪些國家 我覺得這個東西只能先聽一聽 然後我們在該索賠 可能該追責的國際社會 應該是不會讓步的 行 那今天時間呢 我們很快又到了 非常感謝二位 我們也談到了很多問題 感謝二位的精彩點評 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